今晚宝典說出經典 連說夢火場都到網上場 我是曾采爺,來自燒拉月美林 我的講題是 終會有彩虹 曾經有人問過我 你失敗過嗎? 你嘗過那種失敗後被大家炒舌的滋味嗎? 我有流 那是一種尷尬、自卑、 刻不得找到地洞裝上去的感受 但是,我並不輕耶 謝謝 今晚宝典說出經典 連說夢火場都到網上場 我是曾采爺,來自燒拉月美林 我的講題是 終會有彩虹 曾經有人問過我 你失敗過嗎? 你嘗過那種失敗後被大家炒舌的滋味嗎? 我有過 那是一種尷尬、自卑、 刻不得找到地洞裝上去的感受 但是我不放棄我的夢想 因為我相信雨過終會有彩虹 正所謂失敗也成功之母 失敗也並不可怕 可怕的是失敗了卻不去改進 只會待在原地變天流人 偉大科學家艾迪森 發明的燈泡 是經過了數千次的失敗後才研發成功的 他在通往蟲蟲的大陸上 遇上了許多挫折 但是他不輕 他把每一塊半腳石 當成通往高出的墊腳石 一次次跌倒卻有一步步的高 不經歷風雨 只能見彩虹 沒有人能滿馬虎虎成功 從兒時學種故事的一次吃水澡 又一次次在爬起中 就應該意識到 人生就是在不斷的失敗中 吸取教訓 重新爬起 重新爬起 再次面對挫折 這樣一個中而復始地球 比如說馬雲 他是個成功商人 但是在他瘋狂的背後 是經驗了許多 讓人辛酸的血淚史 他利用在旅館當服務生的時候 跟外國人交流 學習英文 他就是把握了這一次吃的機會 最終獲得成功 有失敗就有成功 有風雨就有彩虹 屬於自己心中的那道彩虹 終會再多女後飛揚 謝謝